土耳其外长乔书·欧陆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,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晤。 乔书·欧陆在推特上称,在上海附近的江苏无锡市与中国外长进行会晤。 他表示,我和王毅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课题进行了讨论,评估了经济合作机遇,并就以维吾尔杜绝人为首的议程中,表达了观点、希望和敏感态度。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北约秘书长严斯·斯托尔·腾贝格的主持下,在布鲁萨尔举行会议。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自2019年以来守则召开会议,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设访后出现的紧张局势,以及与欧洲安全有关的问题。 斯托尔·腾贝格表示很高兴开始谈判,尽管没有取得任何结果。 比利时国防部的计算机系统成为黑客攻击目标。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,国防部官员意识到他们在12月16日被黑客入侵。 据报道,黑客瞄准了外部电子邮件系统,外发的电子邮件到达了该部,但官员无法回复。 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说,在经历了四个星期的系统崩溃后,该部电子邮箱昨天已恢复,报道没有提供有关谁组织了网络攻击的信息。 中国西安封城超过21天,疫情却没有出现明显烛环迹象,西安市、宇州市和安阳市接连封闭,超过2000万人被禁足。 加上西安政府采取强硬轻盈措施,频频传出医疗与民生危机,如今更有外媒揭露当地的隔离营生活贸样, 居民被关进冰冷的金属货柜中,并在缺乏足够食物的情况下接受隔离,其中不乏孕妇、老人与儿童。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,欧洲地下储存设备中55.6%的天然气已被使用。 该公司宣布其在欧洲的储存设施中的天然气正在迅速减少,抗疫措施的放松, 以及由于天气缘故无法满足日以增长的天然气需求,导致欧洲价格自去年以来达到创纪录水平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,华盛顿仍致力于寻求与朝鲜进行微交接触。 他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,我们最近几天看到的情况让我们更加相信, 如果我们想要取得进展,就需要参与这种对话。 朝鲜官媒周三报道,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到场监督了超高音速弹导的成功发射, 这是平壤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进行的第二次次类测试。 哈萨克三新政府已经开始工作,新一届部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由阿里汉·伊斯梅洛夫总理主持。 伊斯梅洛夫表示,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完成分配的任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